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好 回到第四集啤梨晚報 剛才做長了現在做短一點 關於英國這件事 我反而不是很著眼 因為始終是一個這麼成熟的民主國家 我都相信這些人民 但是現在我看到這個施什麼言言 施幾垃圾公黨 真是垃圾公黨 第一件事 現在很多問題出現了 慢慢又少就積大 首先 由新聞媒體 欲言又止不夠膽公佈 但後來也公佈了 這個土生土長的 例子哪裡 非洲的兇手 他只是公佈了名字 不是 他講了國家的 尼自非洲那個 都是他網上講的 利亞人全國盧王達 盧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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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待那些出來和平示威的白人 這麼凶狠 當然也有人制眾火 但往往你對那些 所謂的小數民族 根本一句 喂 你是不是種族歧視你就熬了底 這些叫做矯枉過程 我只是覺得 我始終是相信人民 我們只能這麼說 喂 現在的媒體 包括香港的垃圾媒體 我們早幾天已經講過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明報也是這樣 另一也是這樣 什麼樣子都極右 喂 現在什麼樣子都極右 你掌握到多少 還是因為他那邊這樣說你照應 你自己都有 喂 有些是真是 當地的那些 所謂的保守組織 但有些真是街坊居民來的 我頂不順的 喂 你想為什麼 在伊斯蘭多兩個樂教堂 不要緊 為什麼他們黑衫黑褲走來走去 都不要緊 為什麼在執法上面 有些情況 為什麼會有先後的呢 那些人拿著刀 出街去跳舞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那些情況其實就等於2012年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大陸人 青關愛可以這樣 記得了嗎 Ms.Nam 她說 為什麼 那麼大問題 因為 其實Ms.Nam 為什麼要支持你 大紀元 她只不過看到 為什麼你對待大紀元和對待 去搞大紀元的青關愛 青關愛 你是不同執法的尺度 然後 結果Ms.Nam 是什麼下場 還有抑鬱症 其實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現在經濟很畢竟 又有人要說 是否我們要加上入歐盟 那當日為什麼你要脫歐呢 其實其中一個就是想自主 好了 經濟很畢竟 因為你保守黨 沒有人 結果選了工黨 更衰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 我記得頭跳前已經說 是一定更衰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夠膽說 大英帝國 大英帝國 現在走到今天 現在走到今天 99.9%的責任 就在工黨 差不多所有 惡行需要的事情 是他們做出來的 歷年以來都是 那就看又如何 所以我就說 你們要小心 極端主義 譬如說 真是種族其死 我對香港人很有信心 因為香港人 在我們華洋集署 其實是不會 但是很合理的 是否有合法 是否要有制度 你不想是 你搭一艘 你不想走過來 你又說是難民 我看看你怎麼搞 之前保守黨 不是想送他去老大 是啊 不然你留在英國會一國的時間 但是現在就 我就看他怎麼搞 現在我很想過去 我就很開心 要你了 反正我兒子又在香港 還說要加稅 要你了 那什麼聖誕 咦 你加吧 現在就走快 不過藍絲說到這件事 是想排華 沒關係 你看英國 很多印度裔 是不妥當墨斯林 當然 你猜是只有白人 是啊 好了 先這麼說 這個 阿富汗100米選手 阿尤素菲 完成預賽之後 向電視機展示的號碼 上面寫著 教育 體育是我們的權利 這個是奧委會不給的 不過我就贊成他 既然人家 就是那些同胞出發不了聲 現在是阿富汗 他能夠出來 先看看 他2002年已經搬到澳洲備戰奧委會了 為什麼可以代表阿富汗 這樣奧委會承認 好了 他說 接受訪問的時候 這個 猶素菲說 當恐怖分子來到的時候 他們走進你家裡 你可以說 好 麻煩你離開我家裡 但是現在我土地被他們搶走 你問我有什麼感覺 他說 阿富汗是沒有人認受他們作為政府 沒有人 他們不能夠說 由他們來講 那些左膠 喂 現在人家 這個代表阿富汗的猶素菲 他說阿富汗裡面 是沒有人認受他們是政府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你說說那把左膠 你可以說到怎樣 你說可以怎樣 你了 阿富汗 怎麼大陸都認同的 嘍 那些不要說 你只是很難說 你只是看見 你現在 為何有些武器很熟口臉 真是打糕以色列那些 你問拜登 好了 這個已經離譜了 我知道 有些人 譬如我們那個老友 那個老母 每個人都去法國 每個人的感覺不同 我們拍兩張照片 看看 這個挺帥 意大利一百米佩詠的冠軍 之前拿過牌的 叫做Thomas Zikon OK 好了 我們看第二張照片 竟然被人拍到 Thomas Zikon 在選手村的公園 睡街 即是睡草地 好 回來 新歌197 真是挺帥的 Thomas Zikon 在選手村公園睡下奏教 的影像曝光之後 令到很多人震驚 上星期三 不能夠去到200米貝詠的決賽 100米和200米畢竟是兩個項目 但是如果100米贏得 實力也不錯 200米都是短途 那是不是能夠入決賽 都應該呢 那時候他公開投訴 他公開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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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村裡面沒有冷氣 隔音和火食都很差 他分也分不好 吃也吃不好 也不能夠好休息 覺得這次進不了決賽 其實他公開投訴 他公開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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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可能就算到200米 第一 我們對游泳和田徑的認知 你能夠入決賽 100米 你辭打決賽 100米應該是不難的 決賽他也進不到 有辦法 結果他是寧願 為什麼呢? 太熱了 小手村 他躺在那裡被蚊咬 反而又生風 都沒有那麼熱 就是監房又沒有冷氣 又沒有窗簾 又生氣 你搞什麼 有時候那些人 政治行先 你明不明白 左翼也好 他不會有無能力的工作 但是一去到政治行先 就黏了線 林超英 你當全都沒有人 很瘋狂 我們說回一些正經的事情 看看大家認不認識這個網紅 叫做Kissabibi Kissabibi Kissabibi Kissabibi就是陳思偉 原來Kissabibi 是早期經營個人YouTube頻道的其中一個網紅 他因為搞笑的性格 吸引了很多網民的留意 是不是 早年他憑著一條白淡仔姐姐厚音的搞笑短片一舉成名 出讀後 他又經常在IG裡帶領相 都很受網民歡迎的 今天 其實是說幾天前 Kissabibi Kissabibi 又在IG裡帶一套苦水 他直接遭到騷擾問價 他在IG裡面說 貼上對話 對方傳信那些很不堪入目的 問他藥炮的問題 就問Kissabibi Kissabibi有沒有提供特別服務 Kissabibi就很憤怒地回應 不如叫你老母 等等 之後再出了一篇詳文 說一天被他騷擾幾次 不理他 不代表不會發脾氣 癡漢 又寫道 我不是雞 不要再騷擾我 直言自己行得正 站得正 等等這樣說 首先這樣說 女網紅 女模特兒 甚至乎女網友 我想很多都被人問過嫁 因為他們有性騷擾 那是否需要公開呢 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有些是否找宣傳 尤其是賣好Kissabibi 因為他本身是在做YouTube 是不是博宣傳 有些就是 我公開你那條小孩出來 其實呢 這裡打個格的 我們是不是五百分那麼少 這裡打個格的 就是問他那種有個名字 打個格的是Kissabibi 還是報道這一宗新聞的人 我不知道 正常去看 便是這條小孩 碑里哥的情況 你問我 當然啦 世上不凡人註冊 是否替人註冊 做對話都可以 我們是永遠不知的 但是,我想,很多女生都會去採取,不理會她,又或者,撥了她,但是這些是會繼續問的,你不要說你們,即是網紅,基本上,我是馬佬,我都會問,因為,或者可以,那我就省了很多時間, 但是,我想,就算你真的解釋,我不是說KitsaBB,有女生要做這些,她不會在IG上,她直接在其他一些,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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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有砲網站,我不知道,我們看看KitsaBB,這個陳思惟,就這樣看,正正上上,美美女,很美,但OK,絕對eatable以上,甚至乎你說,喂,都想eat的, 男人告訴你,你發什麼呀,之後,下一張, 嘩。 由我這樣看,手腳的比例呢,沒甚麼的嘛,她應該不高大的,我跟她濃郁的首例,她的可能是5呎,5呎2之間,這個是骨勢多肉的 你倆只是對話,你說這個有點操心,麻煩你,你倆是白白的,還要曬太陽,你倆一按下他,好像那些加勒比海系列, 你倆倆一按下他,一邊插沙在西龍和汶州之間磨沙,你倆是磨沙的感覺 好,看看Kiss的寶寶,應該說,你好fit,有沒有約過那些,還是要約? 接著他看見師兄說有得約你,不如你回去約你老母吧,其實那個腦子為何要花格? 我也看到那些師兄說你有得約你老母,你平時喜歡叫雞,喜歡怎樣也好, 但是不要當所有女人都是雞,尊重一下自己,冤無事你還要犯犯犯,免得別人被假,是自己拿來丟的 我們就不要去懷疑是不是自己作,我想真的有這樣的痴漢也真的這樣覆了他 下一張,他就真的另外鋪了一段長文,有人跟我說叫我無事就算了,其實我都無事了幾次了,他整個騷擾電話這樣一天煩幾次,你們平時沒有被人騷擾,是不會明白的,不用做冷氣軍師指點我怎樣做的,我心情好可以無事,不代表我 我不可以吵人,我不是雞,不要再騷擾我,這麼大一個人一直走得正,站得正 只有傻乞喜歡亂抵毀人,奉勸大家不要當傻乞,你現實生活不認識那個人的時候,你沒什麼資格可以說那個人的壞話 給自己今世留一點厚德,你會不會在街上理這些白黑人,除非白黑人走來搞你是不是 所以我不介意,不認識我本人的傻乞,在網絡世界說的話,但整個騷擾電話那麼快,我就不要介意一下,打開你 其實這樣也是有反應的,網上的事情,其實不用理會 真的,我真的很有經驗,十年了,我在網絡世界的土法,不是 在網絡世界的土法,我也說,要斬我,要殺我,日日無日無之 吵架,網台老千,吵架,你以為這樣是甚麼 說來說去,說甚麼呢,啤梨哥,賺吃而已 大哥,從day one開始,我何時有悶過我去賺吃 你嘗試,現在我沒有生意做,我說你老母,我馬上收皮了 你真是瘋狂的,說得明白了,你有甚麼做生意 第一,你賺錢,我不賺支持你,你不要賺支持我 大哥,你不給我賺錢就 現在是,我有些成熟一點的網友,沒有你這麼賺卡的網友 他上來,不是給我錢,今天我跟大家說,這幾天你們快點上來 上來有一個作數,因為我又找到,不是很多 萬多元貨,準備丟,但他們說不要丟,過了8月1日到期 但其實是沒問題的,大家知道,是值得的 我們打算用來送的,你上來也有送的 買東西也好,不買東西也好,當然要買消息 買東西也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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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又說,林康誠,你追求女兒,有人說你追求女兒 我以為你說甚麼,他有甚麼惡行 追求女兒就當然了 你想我做和尚嗎 你想我做和尚嗎 和尚我做酒肉和尚 但是縱然是這樣,縱然是這樣 縱然是這樣,講得這樣 我真的很該死 我經常說,對不起 屌你可不可以隨便 屌你可不可以網上大陸 我不要開名了,有些傷感情 有些是屌你可不可以 講得那麼厲害,殺我老爸 奸我可不可以 屌你可不可以 出來就是打招呼 因為我有人不去計 這些派好了,沒見過 他說沒甚麼要怎樣 他說聯絡一樣這樣 屌你可不可以 網上大陸都 現實好笨招 大家看看 屌你這十句其實 包括你,我不要說是小黃人 包括你所謂支持文章 有多少個把他養出來 屌你可不可以 屌你可不可以留下 不要緊的 人人躲起來 言論自由 好了,但你要求別人 就屌你可不可以 你賺錢 屌你可不可以 你寫那些文章 嘩,你聽譚盈倫 屌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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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狗人騙的 當然了 吊了我請 MIRROR 我不是只說這個 好想多 根本就瘋了 浪費了 那個要求 那把尺 定到那個高 吊了你老母 令我想起當日 我們南法系 有個兄弟 喂 吊了你老母 吊了你老母 是時候了 吊了你老母 我們幾個派在頭位 怎樣呢 那時候想著 那天好多人 我們派三個人 去龍頭 有南法系之旗 然後吊了你那七個人 在爐中間 又有南法系之旗 然後十二個人 其實隔起來 吊了你那七加十二加三 吊了你老母 都是那二十人 擺尾 拍出來 人問你要千軍萬馬 抽水 我說好啊 你不要解 吊了你老母 有前途啊兄弟 喂 那你閒頭啊 喂 吊了你老母 吊了你老母 做大陸生意的 我姐姐 吊了你老母 在中資機構上教書 我吊了你老母 叫我誰去 喂 我老爸也是 開中港車的 我老婆 不如你去 吊了你老母 哇 平時你不認識呢 哇 以為他們 吊了你老母 個個都是 吊了你老母 是豪傑來的 一去到那裏 吊了你老母 嘩 吊了你老母 我們要做什麽 啊 李韻成 李韻成可以的 這次就回去吊了大篇文章 吊了你老母 江文為全家屬 但當時的時代部 已經不對了 吊了你老母 原來呀 吊了你老母 坐在全家屬 吊了你老母 什麼是人民大學 人民大學 人民大學讀書 大人學 你又不說 你老母 其中一個立法會議員 他都是大陸拿過博士 這樣又可以嗎 不一樣的 有什麽不同啊 其實這樣就 吊了你老母 不需要講政治 總而言之 又都是那句 自己去勾佬 是愛情 人家去勾佬 是不賺 自己去偷女 是風流 人家去偷女 就是亡本 拋棄高康 講完 吊了你老母 扑街了 一會兒一會兒